这本历时三年的大制作《红日》终于到手了 大神的作品总是值得期待的 因为它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但是各位 实不相瞒 我后悔了 在我拿到这本漫画的前后十分钟的时间里 我的心情就像坐国山车一样 大起大落 这是一个关于丧尸的故事 在地球经历过一场巨大的爆炸之后 全世界只有1%的人活了下来 多年以后 幸存的人们为了那不切实际的希望 踏上了冒险的路途 不过他们要面对的可不是一帮普通的丧尸 他们装备精良 手持火箭筒 驾驶的装甲车在这座废弃的城市中围堵着人类 爱一直贯穿着人类的发展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而他多么希望了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境 然而一觉醒来 他又该出去寻找事物了 也许这并不是一场意外 在黑暗中 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一名 举震老师的这个作品《红日》 按计划共有三本 这只是第一本 超大八开的画幅 每一帧都充满了电影质感 可惜的是 正当我看的肃然起劲的时候 没了 看完了 你想再看下一本 那不好意思 等三年最后吧 三年之后又三年 三年之后又三年 没办法 好的作品需要的是时间的沉淀 正如美好的事物 永远值得等待